現在全世界都很害怕 又怕會中招、確診 又怕因為病毒很強,自己頂不住 又怕接觸到人,又怕別人傳染自己 其實你明白到事實真相 就知道你身體內的抵抗力 才是最好的醫生 還有最好的防線 不只是洗手、戴口罩 或者要去找些吃什麼 去令自己的免疫力提升 沒那麼複雜的 有一件事很簡單,你想都沒想過 現在長哥就和你示範 你可能沒想過 我們的呼吸是決定我們的免疫力 什麼意思呢 很簡單 平時我們的呼吸 如果你有來上長哥的課 你都聽我說了N次 我們的呼吸是很不合格 每個個都是很短、很速 而且不是入心入肺 對,差的呼吸就是 就是那一種 你這樣呼吸的時候 氣似是落到這裡 空氣 在這裡吸收得很少 我們好好的呼吸 我們好好的呼吸 就要一直落到去單田 這樣才可以令到身體吸收很多的養分 這些養分就由你的紅血球 大到去成身都是 有什麼後果呢 你的身體抵抗力就很強 以及你的大腦的運作就很厲害 還影響你的情緒 我們分開兩件事來說 第一件事就是 因為氧氣在我們不同的器官部位 那裏產生作用 它們就處於非常理想的狀態 氣官就處於非常理想的狀態 一來就可以排毒 處理一些有毒物質 二來就是如果有些惡菌的時候 就可以和它們處理它們 另外一樣就是我們的心情 原來心情是很決定我們的命力 你什麼時候很害怕、不開心、很悲痛、很激氣 或者是動力很差 縮起來縮起來 自然你的抵抗力就會很弱 跟呼吸有什麼關係呢 當我們呼吸暢順的時候 和夠深、夠長的時候 我們的大腦就得到足夠的氧氣 自然就會放鬆、開心、舒服、滿足 這樣就行了 好,現在我們就嘗試做一個超簡單 超簡單的呼吸方式 你想像不到原來這樣 就可以全面改變我們的呼吸 看著怎麼做 你下手 慢慢拉開吸氣 吸氣、伸盡一手 伸盡一手 伸盡一手 好,然後兩邊 你看我 就是推出去的 吸氣 吸、吸、吸、吸 當你吸氣的時候 肚子就漲起來 這個叫伏式呼吸 又是叫順呼吸 好,你的手掌就好 然後你慢慢收回兩手 身體不用動 我動給你看 呼氣 用鼻吸、鼻呼 吸氣 就是漲起肚子 把能量放進肚子裡 你可以停一停 最好停三秒鐘 就是不要呼住 好,然後就是呼氣 你還可以少少倒低頭 然後再吸氣 握鼻頭少少 感覺到宇宙的祝福 進入身體 肚子漲起 好,然後呢 就合起來 凹了肚子 慢慢呼出 呼出你所有有毒的物質 和你不好的情緒 吸氣 拉開 呼氣 呼氣 將一些有毒的物質 排出來 將開一隻手 吸氣 接受宇宙的祝福 然後你的肚子就漲起 停一停 兩、三秒鐘 然後呼氣 摸起肚子 輕輕倒低頭 今天就不是跟你講場邊大論 講背後有很多的理論 為何要這樣吸呼 為何中間又要停兩、三秒 希望你有機會 不論你學氣功也好 學瑜伽也好 都會多些接觸 一定會的 怎樣漂亮的呼吸 是幫到我們的情緒 幫到我們的生理健康 等等 這樣就不用再去擔心 自己會周圍都是菌 我很害怕 你不要傳染我 不用這麼複雜的 好,多謝你收看 有機會長哥再跟你聊 拜拜